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最近在上网课 和语文老师说 我们有些小朋友在抄写生字的时候 写得还不够漂亮 所以老师在这里把生字词怎么写好 不仅要写对 而且要把它写得漂亮 老师每个字都讲一下 第一个字 春字 十字语当中第一个字 春字 这个春字这里有两一撇一纳 要写得舒展 老师给他的比喻就是 像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个裙子 你看这个连衣裙子 非常的长 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写短了就会很难看 这三个春字头 要把它写得 短一点 三横要短 然后这个撇呢 要靠左边一点撇 竖一点再撇出来 然后这个纳的位置应该是 这个交叉点过来一点点的第三横上面开始纳 而不是这里 而不是这里应该是过来一点 往外面那 变方向 那舒展 然后 这个日 要把它藏在裙子底下 我们把它藏进去 一定要藏在里面 这样才好看 你看老师这里有个小圆圈 我们同学写的填字格可能没这个圆圈 那我们同学可以想想 哪些笔画 跑出了圆圈 所以我们同学呢 在写的时候 你即使没这个圆圈 你要把老师跑出去的这一个笔画呢 把它给写得长 写得长一点 好 这是春字 舒展 两个笔画 第二个字 冬天的冬 同样 也有两个 一撇一纳 撇要长 纳也要长 两点 好 第三个字 风 这个字是非常难写的 很多小朋友在写这个横 斜钩 这个笔画的时候 比较难 你看 这是一个树撇 树 横 这里有个钝笔 斜钩 这个斜钩应该往里面走 先往里面走 往里面写 也就是说 这就像我们人的腰一样 腰要往里面收 很多小朋友不小心呢 会写成 这里呢 写成一个撇 这里呢 又没有往里面收 哎 这就像一个胖子一样 腰没有往里面收 这样就很难看了 这个腰要往里面收 收进去 也就是说 这个撇呢 往里面竖 再撇出来 这个斜钩呢 应该往里面 哇 再出来 这样就比较漂亮了 这个斜钩是个组笔 非常重要 要把它写修长 写短了 也难看 特别强调这个风 那我们同学的 有填字格 这个有两个辅助线 那没有辅助线的时候呢 你要心里想象 曾老师这个格子呢 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正好在 这个横线的下面一点点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呢 心里要想着 好像有这么一个点在这里 往里面收 再出来 腰要细 这个腰要往里面收 不要胖了 再看这个血字 血字 这是血字头的字 那血字头 要把下面的盖住 那就是上宽下窄 第一个是个短横 短短的 左点 先轻后重 就像房子上面 房顶一样 把它盖住 四个小雨滴 然后下面这个 要比上面的小 上面要盖住下面 上宽下窄 要把它盖住 才不会淋雨 再看花字 花字呢 这是一个草字头的字 同学们发现没有 草字头的这两树呢 往里面了 这个要写出来 长横 然后第一树往里面写 第二个树变成撇一样的 一高一低要写出来 第二个笔画 第二个笔画是高一点的 第一个笔画要比它矮 短竖 然后再看这个树弯钩 这里弯要舒展过来 而且这个转弯呢 要顺 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呢 这里又写的 折过来也很难看 这个是上窄下宽 因为足笔在下面 下面宽宽的 这好像一个小朋友 伸直的腿坐在那里 背靠着背坐在那里 腿伸直了 所以这个要长一点 再看飞子 飞子跟那个风有一点像 这里有一个横斜钩 顿横 这里有个顿笔再下来 同样这里要往里面收 再出来 当然弯度也不能太大 很多小朋友弯度太大 也不好看 好 十字一的第一课 最后一个字 入 这个入呢 跟人的区别就是 那要超过来 超过 那长 那要舒展 这里呢 有一个停顿 好 这是我们第一课 十字一第一课的 身子 请同学们 多看几遍 多练几遍 就能把字练好 发现哪里 还跟原来的字帖上面的字不一样 你可以呢 把它改正过来 好 同学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